Zither Harp 如果有人说送一间屋给你住 你一定觉得不是偏局都一定有福 有,日本真的有免费屋 不过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好好守护它 日本人口老化特别是偏远地方 于是政府将荒废的屋用极低的价钱 甚至完全免费出租或出售 吸引人来住 结果吸引到的是外国人 终于来到我最喜欢的郊区 这些应该是很年轻的东西 看看什么时候过期 18年10月 就是5年前已经过期了 有个衣服 没有人 但是荒废了 人影都没有 到处都是废屋 导演 监制 都回我一个 我在这儿 走吧 还是回回头 有车… 上面有人了… 走… 你好 外国人 你好 你好 很高兴见你 很高兴见你 我是Gagat Gagat, Mika Mika,你好 你好 我是Jesse Jesse,你好 你好 你救了我的生命 是的 四国是日本第四大岛序 大部分是乡郊地方 很多屋都没有人住 只要你是有心人 肯好好照顾这家屋 这家屋也愿意给你住 两年前Mika和Jesse 象征息给了三万日圆租一年 大约港币一千六元 屋主竟然退回一万日圆给他们 说因为他们帮忙清走屋的杂物 你当初遇到这家屋 我们初遇到这家屋 我们遇到这家屋 我们认识了一家屋 他让我们租到这家屋 这家屋已经拒绝了七年 这里还有一些古代的东西 这家屋也有食物 是的,有食物 已经在那里了七年 我批识你会保障 好,看看有什么在里面 七年后有什么在 当日恶劣的情况 并没有吓到来自加拿大 温哥华的这对情侣 做铁像的Jesse 和做市场推广的Mika 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也很喜欢日式旧屋 这家屋很小 只有650尺 但刚好让它们逐步DIY翻身 第一样要做的维修就是这一块 因为整个屋子会塌 所以这一块是最重要的 当时它是租起一间屋 拉起它 然后铁了这一块出来换 所以你看现在很坚硬 有只蜘蛛在这里 烤一烤它已经有了 很多蜘蛛 这几块它就换了 其实你看到这里 已经快不行了 稍后因为有时间做 如果它做一做的话 有几个月的冷定 这个就是日本传统的 Souji door 这些烫门 看到其实现在这些纸 那么新正 之前我知道 一来的时候是霉了 而且木已经有些东西断了 或者霉了 你看到这里 这些是新木 旧木 颜色都不同 纸也是全新 我知道在日本 如果做这些Souji door 可以很贵 Jesse和Mika 其实他们自己 因为很享受 装修 所以他们不如索性 自己当是一个娱乐 不如自己做吧 这个厕所可以说是 方圆九里里面 应该是最先进的厕所 但是 它以前不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洞 Jesse就说 最难做的就是 这个新的厕所 然后就做一个底装 然后放在厕所 又没有水 那怎么呢 水就在那边 一直伸伸伸伸伸伸 弄到这里 等我试试这个厕所 好了 我去厕所了 拜拜 那我这里其实就是 Jesse之前 做了翻身的一个墙身 这一幅墙 就是完全没做过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翻身这里了 容易 有一个试试 那就是 完美了 完美了 不行了 失败了 摸摸摸 好 我得了 我觉得你做的 比我更好 三、二、一 好 其实自己做的 比较的乐趣 真的比较大 一、二、一 完成 完成 好, 工作得好 谢谢 很好 你真的很棒 好工作 很有成功感 来自城市 住在乡村 他们说搬进来 第一个晚上最难忘 当晚室外是三度 但室内也是三度 跟温哥说不一样 这些旧木屋没有保温层 室内一样冷 敢住法 要适应的东西还有很多 譬如要清理杂草 其实也很辛苦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每一步 我们做的每一步 如果想要做每一步 每一步都可以做每一步 因为这种草变得很快 这里有很多虫 那里有一只 很可爱 很多很多古灵精卦的虫 其实他一开始也很不喜欢 但他慢慢习惯了 我曾经被刺过 Mukare centipede 他们喜欢 柔和温柔的地方 像你的衣服 在床上 我躲在那里 然后刺过我的背部 你太硬了 谢谢 干什么 现在砌柴 我会做一个试试 我拿杆 是 拿起来 然后我打起来 哇 我真的把手起刀落 我觉得我可以做 对,你得到了 我从来都没试过弄柴 掌声 完美了 完美了 再一次 又做马 3 2 1 开始 第一次是比较好 Jesse说 木点来 通常打风前的话 电纜要保护电纜 所以 旁边的树 要砍了它 就可以保护电纜 那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些木 为什么你买了 你买电纜重 我真的很喜欢材料 我喜欢 是一种伎俩 它会花很多时间 但它也非常溫馈 这里很大只蜂 对 所以那些 伯鹰就有点害怕 有什么大只 猴鹰交配 你看到吗 这里 阻人交配, 真的不太好意思 蜘蛛、甲蟲、蝸牛、草蟒、青蛙、白粥 全部都變成他們住的同伴 七客還洗澡聽到青蛙聲 當白粥是鄰居幫忙趕走蟑螂 這些是他們的心聲 也是他們對鄉野生活的開心適應 山下埗, 游下水 望望天, 種種田 這棵屋不大不新, 不方便 但這兩個城市人覺得已經很足夠 好玩 我未試過在香港可以玩這些 河流溪間游泳, 這裡真的很棒 很漂亮, 你看 對 他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這一刻, 他們只想守護住這間屋 守護住對原屋主的承諾 以及守護住自己最想過的日子 在外緩縣, 每五間屋就會有一間是荒廢的 當中很多屋的狀況都很惡劣 這裡沒有人 你好 你好 是一間廢屋 都很冷, 整間村都是廢屋 你真的不敢走過去 你好 你好 有嗎 深山電鋸殺人行的感覺 突然很害怕 這個畫面很漂亮 經過正式申請或者問准屋主 這間屋可以免費給你住 但如果想擁有的話 就有些雜費和稅要交 這種免費的住屋方法 吸引不少外國人 除了Mika和Jesse 還有住得更偏僻 更深入深山的Beverly 你好, Beverly 你好 你好嗎? 好, 歡迎 你的房間太遠了 我太累了 讓我看看 好 很難想像 生活在紐約的年輕人 會山長水遠地來到日本的鄉下地方住 本身做室內設計 雖然覺得這份工挺有趣 但感到城市生活沒有靈魂 於是四年前 31歲的Beverly 就來了這個完全陌生的國家 過簡單的鄉下生活 更難想像的是 她堅持將無數這麼多舊的雜物 留在這裡 Beverly經常保持很多舊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一間屋裡總有一些新的東西 讓我找一下 10件 這個應該是舊的東西 以前那些舊的和服 這個是那些武士頭盔 平成七年 這些櫃呢 一看就知道是舊的 百多年歷史 分分鐘這些 這個很大的手袋 這個對呀 這個可不可以帶走 給我老婆做手信 好像現在變了找舊的東西 多於找新的東西 這個像 有了 這個有兩張 很小的按摩椅 還不是新的東西 這個是新的 是她自己種的 鋪筍 電的風扇 這個爐 這個爐應該是自己帶來的 氣炸鍋 這個電飯煲 是不是 八樣 所以這個雪櫃 我覺得是她自己帶來的 好 還有一樣 我覺得這個最後一樣 這個一定是新買的 招字都未滅 十樣 穿洞的紙門 古老的衣車 脫皮脫骨的木櫃 不知道多少年前 海報貼過的痕跡 其他住荒廢屋的人 急不及待要清走的舊物雜物 Beverly一一保留 好多食材 這裡 是的 這些都是從前的居民 有多少食材 這裡 有多少食材 這裡 我沒有計算 但我們需要更多 為何要保留 老的東西 這裡 是可惡的 除了 以前的居民 我認為 他們會開心 看到我們 照顧自己的事 而不是把他們放棄 所以 照顧食物 讓人更好 人們 更好 對地球 好 50年 我一個人 哪一位 是老的 那位 是老的 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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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我的风格 它仍然很好 人们选择它 选择它为主义 他们可能很喜欢它 用一点清洗 我认为它仍然很好 房子原本的环境的确很恶劣 扔掉它比起弄干净它容易得多 但为了对人对原屋主的尊重 Beverly宁愿花多点精力 去将这些物件保存下来 在深山的这间荒废屋 见到的是破落和残疚 但感受到的是人情味 一间原本无人肯住的废屋 无靓装修、靓摆设、靓家具 但就很有生活的气息 住在这里的人 令我们明白到 物件是新还是旧并不重要 最重要是有感情、有灵魂 Beverly很尊重这里的人 她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才是最重要 亦因为这种态度 她身边就多了一个人 深山的小社区 人不多 年轻的更少 Beverly从来没想过 会在这里遇到重植顾问阿光 因为共同兴趣 令两个人走在一起 也令害羞的阿光 勇敢接受二国恋 可否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 让我听听 我听闻好像是女追男 我从几乎从几乎废宇 从几乎废宇 是 你喜欢吗 是 当然 很好 很努力 我们第一次出逛 他做了我小小小鱼 是小小鱼 很帅 那是当时我认为 我应该结婚他 哇 我把内部担担担 他是外面的主持 因为他是森林 我是外面的设计 所以我们两个地方 你这边什么都没有 你平时怎么过日神 平时的桌子 对 你们有 你的生命是什么意思 生命之一 不是钱 我们两个人都很在乎 生活慢、安静的生活 和在自然的生活 难得有情人 更难得的是 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完全一致 日本人,特别是偏远山区的老人 一般比较封闭 比较难接受外国人 但因为看到Beverly 对房子的照顾 对人的尊重 所以大家都当了她是自己的家人 人们都知道友谊 你不必说一样的语言 为人和笑 我认为你有很大的利益 因为你永远都会笑 可能 这真是很能够 鄰居知道你们结婚 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很感兴奋 鄰居想我们有孩子 和很多孩子 深山里面充满温暖 两个人结婚 变成整个小社区的大事 每个人都被他们的简单 和开心感染到 饮料准备 Beverly的特殊饮料 在这些环境中烧食 真的特别好吃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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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verly,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想在这里住 你会成为第一个人 这是我的享受 干杯 干杯 是 是你一片偏遠的土地 是這間免費得來的千尺廢屋 他們將會用餘下的日子 將一間屋變成一個家 而我就會用一個晚上 好好體驗這種住法 這裡就是我今晚睡的地方 第一次住得這麼偏遠 晚上睡覺不知道會有蟑螂、蜈蚣 然後我走出來的 而且你看到這四棟牆 今晚有什麼做的 吃飽了 明君一號 英語乘日本語 嘩 慢慢的都好看的 周圍其實有很多色術聲 昆蟲叫的聲音 其實聽著睡覺都挺棒的 嘩 這裡真是 其實真的只有四棟牆 不如去另外那邊 另外那邊好像有感覺 比較好看的 這邊好像比較好看的 這邊好像比較好看的 手指 我們數下的蚊 全部都是蚊 很癢 嘩 很大隻食術 給大家看看竹食術 竹食術 再捉一次 沒什麼可以做, 哪一做也好 還是下一個 就是這樣 在一個漁黑風高的晚上 在日本四國愛媛縣一個深山的狗屋裡 吉吉很認真地捉了七隻色術 認了二十一隻蚊的大頭照 掃了兩次地, 跑了半個小時圈 做了一百克斥粒, 掌上壓 脫手粗等等… 還沒睡得著 出去看看, 娘 原本打算什麼都不做 躺平地過一晚 結果還是搞這搞路 等一下 我去玩家 又是你?走啊 野外廢屋, 真是沒那麼容易住得習慣 有人住在偏遠山區 守護的是一間屋, 一個家, 和一種生活態度 有人住在古路小鎮, 守護的是一個鎮, 和一段歷史 四百年前, 這條街是這樣 四百年後, 這條街大致都是這樣 四百年的古鎮, 因為鄰近京都 曾經繁榮, 曾經重要 但因為年輕人口流失, 而漸漸退息 不過, 它始終沒有被時代淘汰 而被守護下來 它就是兵庫縣的丹波, 兆山城夏丁 以活化古鎮為使命的酒店集團 將散落鎮上不同角落的古路文宅 改造成酒店房間 令住客被周圍的老街、舊店 古建築包圍住 大家住的不是酒店, 而是歷史 這間房間的架構一進來 就看到一對很厲害的門 是動不了的 就是因為原來這間房間 是以前銀行家的金庫 變成一間現在被租的酒店房 你看, 這些木基本上 已經是150年歷史了 在當時明治時期已經有 這些裂紋 還有一些松柱的洞 一直保留著這麼久 百多年歷史, 它只是修緝過 而基本上結構上是沒有改變的 我是否很搭配這裡呢?我在這裡 石燈籠、飛石、台鮮、原則 呼吸到的是日本獨有的氣味 私人的金庫 樓底特別矮的工人房 接待客人用的茶室 大戶人家的廚房 打電話專用的地方 住在這裡大約可以感受到 明治維新年代日本人的生活面貌 曾經繁忙的街道 因為被守護, 隱隱呈現 你看這些大街就是我在這裡逛 可能因為加上我換了一身的古裝服 再配上這裡 其實我看到很多店鋪都已經閉鎖了 沒有開, 有些甚至乎是刺在這裡 但他們也想保留著這個外貌 就是希望…不僅是四百年了 希望一直流傳下去, 都可以保持這個樣子 單坡其中一件有名的就是陶瓷 所以整條大街一路走的時候 都有很多間不同的陶瓷店 還有一些店是工作廚店 給人在裡面做陶瓷 我看到這間老店有免費黑豆茶 因為單坡這裡有名是黑豆 所以這些煮黑豆也一定有 因為我看到這裡其實很多古老的鍾 我看到它的歷史 它的顏色真的是茶色 我以為是黑一點 是冷的, 好像加了冰那麼冷的茶 你好… 它指著我一生的和服 它說原來現在在做一個… 只要你穿和服進來 它就會有這個紀念品送給我 謝謝你 謝謝你 它就會送外面我喝的黑豆茶給我 可以喝, 可以拿, 穿和服, 有傻 認住時間, 留住歷史 曾經的輝煌記在大家心裡 這條街, 曾經這裡非常旺 因為大家看到這些一間左右兩邊的屋 都是前舖後居, 你看 就等於像現在的尼敦道那樣 這個木很漂亮 老舖, 其實全都是老舖 一番藏機, 犬齒來, 叢籠窗 一文字雅 周圍都是這些丁家的特色 古老的街, 現代的人 住在這裡自然感受到從前的生活氣息 保育, 活化, 一些都不容易 這個集團已經成功守護了幾個古鎮 令外來的人體驗到古鎮的生活文化 令原本離開了的人 重回自己的土地經營 脈轉星移 一個地方即使有落寞的一刻 能夠記住歷史, 守住價值 就已經很好 住在一個地方 一個有深厚感情的地方 你自然就會很想守護它 假使我原來不像你與期 才明白不要放棄 成就這失戀的真理 風雨總有限期 終於會等到夢裡 時日在變遷 不減你是美 我的心中有著你 守護是一份信念 終極目標是快樂 雖然是絕對不方便的茅草屋 非常壓迫的納米樓 以致平常人不會住的寺院神社 但住的人難得快樂 明晚日本十八種住法 繼續體驗住的快樂